今天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第一次大会 已经非常明确的来支持韩国瑜委员 来担任下一届立法院的院长 江启臣委员担任立法院的副院长 我们大家团结一心 用最负责任的态度 让所有全国的选民 能够看到国民党的决心 我们大家一定一定会公开的让大家 看到每一个人的投票都非常的清楚 而且我们当天进入立法院以后 我们把所有的准备事项都已经完成 我们再一次的表达票票入贵 而且这是不只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国会的尊严 所以我们每一位委员 国民党团的成员都会出席 远没有出席视同跑票 我们用最严格的党纪来处分 而且经过大家一致的同意 因为这是我们团体的荣耀 国会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我想这是全国百姓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在过去的八年 我们国会的这个议事效益不张 让这么多的部会 有这么多贪章枉法的情况 能够来发生 甚至过去还有所谓的这个什么促转会 这个东厂里面的对话 积极话让大家不可思议 这样的人都能够在国家的高位 再加上这个疫苗 社会大家要捐 政府拿了八千四百亿 竟然八千八百亿 竟然买不到疫苗 然后这个社会各界要来捐疫苗 国家还不给他捐 我想这样的人居高位 真的让百姓这样揉入着鱼肉 我们所有全国的这样的百姓